今天是2020年的5月2日 现在是美国洛杉矶时间的早上5点57分 昨天呢 半晚的时候 出去修这个电脑 回来以后感觉头领很痛 总感觉一个非得邪的脑袋印的感觉 我想解解这个问题 解解这个问题 解解这个问题 诶 看那个 好像看那个Sequois 看那个Sequois那边在下大雨 Sequois 下大雨 下大雨 然后就像那个非得邪在那边 邪在前上 诶 撤水邪在那边 邪在这边 往年呢 往年这个时候 开始进了下一个季节了 下一个季节了 那叫梅雨季节 梅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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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梅雨 今天是梅雨 梅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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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飞铁对着地球在吹风的话,温度可以加上来 现在我看到飞铁怎么斜着的,这样,地球这样,斜着没对着地球吹风 没对着地球吹风啊,没对着地球吹风啊,没有对着地球吹风啊 没有对着地球吹风啊,没有对着地球吹风的话 那么,地上的温度很高啊,地上的温度很高啊 然后我看到那个之前,前面的那百姓人啊,跟太良流了出那个游戏资产啊 游戏资产有个温度升高的啊,温度升高的把走到地球上了 照到地球上啊,照到地球上啊,照到地球上啊 游戏资产出了一个太阳的温度高的啊,然后直接照到那个地球上啊 地球上温度就高了,地球温度就高了,地球温度就高了,地球温度就高了 前面啊,它是用那个飞铁啊,测试啊,给地球四次降温啊,四次降温啊 四次降温啊,又给东北啊,低位置的旋转,低位置的旋转 然后啊,降了大雪啊,现在再提示一下,地球的本体温度应该现在多少啊 就写在那边,写在那边的是啊,地球上就高温了啊 地球上高温,没有雨了,没有雨了,这两天啊,没有雨,没有雨,没有 没有,是没有雨的意思啊,没有雨,没有雨 告诉这个,为什么头就不舒服,我昨天就感觉脑袋里面下个东西 后来夜里睡觉的时候,感觉一个大飞铁,一个大飞铁就横在这样,就斜在我脑袋里面 就慢慢斜了,哦,现在明白了,那个飞铁是斜上的,斜上,那个飞铁是斜上 不对在地球吹风,而是斜在那边,就没有吹风,没有吹风 所以要告诉我,这些,这些不舒服啊,这些不舒服啊,这些不舒服啊 甚至有的人还呕吐了,头痛呕吐啊,有的人头头呕吐啊 我只是脑袋也不舒服啊,没有,没有,头痛是有啊 原来,我整满这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横在这边 一个东西,就在那边,这样斜,斜在那边 原来对了,就是这个飞铁,就是这个飞铁,没对到地球吹风 好,知道了,知道了,这个信息我接收到了,这个信息我接收到了,接收到了 然后这个飞铁信息我从脑袋里把它掰走啊,这么大个飞铁把我脑袋撑满了,所以不舒服 不舒服到那个,昨天,大概五点钟,吃了个饭以后就出去了 本来回来以后,休完店了,办完事情以后,回来吃完饭了,回家了 就不舒服,不舒服,我晚上没有继续吃饭,就睡了 睡到,睡到夜里的时候,总脑袋不舒服,然后感觉脑袋里有个鞋 一个东西,鞋在里边,就这样,再鞋在里边,鞋在里边 而且看到了这个,原来这么一回事,好,再见,再见 再见